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真是不好意思 上個星期因為很開心 有很多工作 所以真的剪不及我平常想要剪的影片 我自己本身很希望每個星期二 或者星期四 就是有影片出門給大家看的 當然也很擔心 因為很多人跟我說 YouTube的演算法就是 如果你一個星期都出不了影片的話 基本上你就大件事了 所以我也很希望可以繼續每個星期都出 但是這個星期就真的比較忙一些 但是也很開心 因為其實除了YouTube之外 大家如果在IG都可以看到我的影片 還有有沒有看那個 鬚跑的那個廣告呢 可能每個男生的青春期 都有過這樣的經歷 他還用了日本駐刀科技 段造出30度納米銳角內刀刃 父親節當然要把最好的送給爸爸 其實很多人都說 喂 你有鬚嗎 喂 你的鬚很假 我想說那些鬚是全部都是真的 我現在就找回一幅 我之前在疫情期間的家 我整個幾兩個星期沒有看鬚的 那張照片給大家看 我會記錄在旁邊的那裡 那些鬚呢 我發現全部都是真鬚來的 是真的留場 然後去拍的時候才看的 當然 下個星期就是父親節 那所以就 除了說父親節快樂之外 都可以真的考慮一下 送個鬚跑給他 不過今天不說這件事了 當然還有最後 多謝他們的邀請 今次就能夠再一次在電視上見到大家 今次我就是一個嘉賓的形式 不過節目是說什麼的 還有做什麼 到時你就知道 今天就跟大家說回 我之前在IG story那裡 就開了一個題目 叫做投票穩共鳴 有很多人都誤會了 他以為我是問他途中那樣是什麼 其實我怎麼會這麼愚蠢問你 你途中那樣是什麼 你怎麼會不知道那樣是什麼 但是我純粹想大家一起想 究竟你會不會跟我一樣 都是選擇那個選擇呢 那在這個投票穩共鳴裡面 我第一天就出了這個玻璃瓶的汽水 我就問大家 究竟你喜歡玻璃瓶罐 罐裝 還是其他裝 因為那支玻璃瓶的可樂 我已經喝了 就剩下這支 這支就是分達來的 我自己比較喜歡喝可樂 所以就沒有喝分達 結論是 首選當然一定是玻璃瓶 因為最夠氣的 第二個選擇 不是罐裝 反而是便利店 或者是快餐店可以買到的 這個就是我的選擇 第二是麵包 很厲害 猜中了那個麵包在哪裡買 沒錯 是品谷 但今天這個 就不是在品谷這裡買的 因為我自己也喜歡吃 就是一些 墨味比較重的麵包 當然我也是選擇 當初有果仁可以咬得到 或者是 我自己也喜歡這種 有穀物的套絲 我特地幫她說這個名字 我怕大家不明白 總之我就是喜歡穀物套絲 多於白麵包 所以就算這個也好 你看到它裡面 也有那些粒粒的 還有這個 基本上 淡仔 我好像中了毒癮一樣 我每個星期都會吃淡仔 很多人都跟我說 他們不是選擇麻辣 小辣這個湯底 他們是跟我說 我要選泡椒 有很多人 電我 一定是懂得吃 一定是吃泡椒 說真的 真的未吃過泡椒 所以我也會去試試 遲些我會出個IG 看到我吃泡椒之後 我會跟你們說 究竟泡椒好吃 還是麻辣小辣好吃 但當然最重要的是什麼 竹生 因為竹生才能夠吸收所有的湯 吸收所有的精華 所以竹生是一定要點的食物 第二樣就是雞肉 這是我必定會點的食物 這兩個食物 但其他 譬如炸醬 很多人都會選擇的 但其實炸醬我自己很滿意 我覺得很甜 所以我也是喜歡維持原判 我自己最喜歡的雞肉 竹生 可以多搭一個餘褲 不是吧 接著就到這個 是否到杯麵 基本上如果熬食看波 尤其是歐聯的時候 我都會吃杯麵 但原來最受歡迎的 我以為一定是海鮮味 原來不是 是香辣海鮮味才是最多人選擇 這個我下次會試試 水果方面 經常性 每一天我家都會有這個奇異果 還是這個大版本 因為奇異果除了豐富維他命C之外 最重要就是吃完之後 好像沒有吃過一樣 這個水果很方便 因為只要中間斬一刀 然後拿去瓷筋 就可以了 還有它還有這麼多維他命C 所以是必然會選擇的 但你問我 其實我最喜歡的水果 是 車梨子 只不過暫時 現階段 就沒有車梨子可以買得到 所以這個我會吃 但我最喜歡的 都是車梨子 如果熱氣一點 我會選擇 但不知道什麼 荔枝 幾把火 所以吃完之後 都有機會生暗瘡 所以都是吃幾顆算數了 之後我都問過大家 現在電話方面 是有個殼 還是沒有殼 其實當然我自己 都是怕會掉爛電話 所以我也是用了 就是Apple本身原裝的殼 很多人都說 咦?你不用殼?不用殼? 沒錯 其實我是用個原裝 但我比較少用一些 很厚身的 因為那些 會完全沒有手感 而且就算用個小的電話 都好像個尺寸變得很大 所以我也是選擇 原裝的殼 之後我還問過大家 就是喜歡喝什麼咖啡 我自己基本上 每天都會喝一杯 就是冷的咖啡 但當然我沒有在自己家裡洗 我通常都是外出買 如果外出買的話 我都是會買一杯冷的 我就不會買一杯熱的 之後也問大家 基本上在疫情之後 基本上都一定會洗手 那我就問大家 究竟喜歡用泡泡的形狀 或者是擠出來液體的形狀 或者是擠出來有磨砂 我自己初初就覺得這個比較方便 即是泡泡狀 但原來自動的那隻機 擠出來的泡泡很稀 你用很多才有那個效果 所以我反而最近就用回 就是最原本 最正宗的洗手液 就是擠進去液體的 跟著外搓手 好了 還有就是 縮骨傘和直傘方面 我一定是選擇直傘 因為我教練跟我說 男人是不可以縮骨傘 所以不會用縮骨傘 所以我是用最大把的傘 如果你有聽口水多過浪花 你會發現 他們說我的傘是太陽傘 那麼大把 最後就是這個牙刷 牙刷其實我自己都比較喜歡 用自己手動那隻 就不是用電動牙刷 好了 這就是我這個月的投票 找過名 最近為什麼沒有了 因為家裡搬的屋 連那塊白色牆都沒有了 已經全部變了紙箱 是嗎 覺得很奇怪吧 明明說家裡搬了屋 白色牆都沒有了 沒錯 所以今天我就特地借了一個地方 我自己其實比較喜歡 這些就是工業風的牆 所以我特地坐在這個牆 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這個投票找共鳴 所以其實那裡我家的裝潢 我也是嘗試去找一些 類似是工業風的裝潢 但當然現在實惑都未有一片 之後有機會都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家裡搬屋的過程和裝潢的過程 記得Like Comment Subscribe Yeah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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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